大家好,我是Dane 今天准备了两个短消息 首先是因为Kimpiola放得否认而愤怒 连续报道Kimpiola霸凌证据的D社 今天又爆料了实际被Kimpiola打过的 之前没有报道过的三位同学 今年5月15号 D社开始采访有关Kimpiola的霸凌后 5月19号Kimpiola打听了这三位同学的下落后 打电话、见面等前后进行了七次道歉 而在这个时候 因为Kimpiola流着泪真诚的道歉 两位社会者就原谅了他 也没有向D社举报 只是要求以后不可以狡辩 没有过霸凌 不是混混 没有给谁造成伤害 最后一位虽然没有向D社举报 但始终都没有原谅Kimpiola 然后在D社将霸凌证一曝光后 9月7号Kimpiola正式发表立场反驳 从未打过人也没有过霸凌 然后在第二天凌晨 可能是因为心虚 Kimpiola向这三位社会者发了这样的短信 怕你们不愉快 所以发了短信 受爱者们在看到Kimpiola的立场文后 表示非常傻眼 就决定接受了D社的采访 Kimpiola霸凌是个尝试问题 如果真没有什么 就没有必要阻止 也没有理由先去打听号码 然后再去道歉 这三位受爱者一开始都没有举报 但是Kimpiola自己做贼心虚 去找他们道歉 其中两个人以为是真心就原谅了他 但是却在立场文狡辩说 没有过霸凌 直接承认后反省的话该有多好 我是D社我也会上火 甚至D社还为了他的电视剧延期报导了 结果一开始承认后又反悔说要提告 然后却在背后打听受害者下落道歉 换做我也会爆炸 继续报导 在D社的连续爆料后 目前为止 Kimpiola方还没有任何回应 昨天媒体报导了5050在美国的成功 不是因为成员们很有才能 而是所属公司全代表的大胆投资与影响 以及担当美国业务的 Kimpiola的存在 Kimpiola是韩国传奇乐团 Next出身的著名吉他手 从小就跟着外交官的父亲在美国长大 所以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并且对美国市场也非常了解 在认识全代表之后 为了5050的美国成功 亲自去了美国华南音乐开会等 非常努力的开拓了美国市场 Kim Siwon对媒体表示 今年5月份 全代表拜托自己在美国找一下 50成员们可以在美国居住的房子 自己有对全代表说过 价格有点贵 但是全代表表示 希望自己的艺人们在他国活动 结束行程回家的时候 能在好的地方休息 所以就算贵 也要找一个有泳池的房子 真的是一位对成员们真心的老板 Kim Siwon最后表示 之后会尽全力协助心理团的制作 能让一般人水准的他们出道 就已经是高了 Kim Siwon的话 是爱由于Kim Siwon唱 奥林郎的时候 弹吉他的那位吧 韩国最厉害的吉他手 也在旁边帮助了 50成员们的父母 应该也会后悔死了吧 很像是每个月中了乐透 却每个月都撕掉了一样 我看过不久50成员们就会跟安森与打官司了 可可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一位人气网红 因为长时间没有更新影片 而让所有华语圈的网友们都担心了 但是他昨天上传了影片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了 所以那个网红到底是谁呢 他叫随便吧 电机